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近日 59岁的潘莉莉加入八点档大戏 机智校园生活阵容 饰演武嘉丽的妈妈 剧中为了让武嘉丽结婚 她亲自安排女儿相亲 而现实中 恢复单身已14年的她 自曝三次相亲都被对象以养不起拒绝 还惊喜透露儿子即将结婚的消息 14年前 她在首尔引后庆功宴时 已经被传有婚便征兆 当时丈夫传简讯祝贺她 但内容却异常平静 不如以往期逆 之后她上彭恰恰的节目时 每当别人问及她的婚姻 不是避谈就是转移话题 下节目甚至暗自啜气 让人们对她婚姻出现问题 身心不疑 她和初恋男友爱情长跑多年 才得以修成正过 一开始让人对于这段婚姻都是相当羡慕的 因为在她拍戏时 老公总会贴心带吃的东西来片场探班 许多人都说她嫁了个好老公 而她也一直都这么认为 然而她的婚姻生活却过得非常坎坷 频频受挫 直到她亲自捉到了老公偷吃 一切都变了调 其实早在2006年 她就察觉到老公有异状 那时她会烫衣服开始注重穿着 连女儿都觉得爸爸怪怪的 但她仍选择信任丈夫 直到次年8月初 事前她称已经听说一些关于丈夫疑似外遇传言 便选一天回离山一探究竟 到了离山 一凌晨三时 她发现在自己与老公打拼时所盖的房子内有一男一女的影子 之后她听到热水气的声音 孤男寡女又铁门伸索 她虽怀疑 但因为没钥匙 也没勇气敲门 只能吹着冷风在外苦等 到了早上八时 她从门缝看到一名女子在屋内走动 难过到蹲坐痛哭 丈夫走出门看到她 却对她视而不见 让她当场崩溃 明明对方看到她上气不接下气 蹲在那 却连一句道歉都不肯说 第二次是在2008年的8月 丈夫说晚间八时会返回台北 她故意下午跑回离山 撞见丈夫与另一名女子走出门口 丈夫见事情暴露 当着女子的面对她大小声 这让她大受刺激 脱口向丈夫喊道离婚 丈夫非常不戒且理所当然的表情 让她心碎 但是为了家庭 虽然已经发现丈夫背着她外遇 还抓到过两次 她在面对这个自己深爱着长达30年的男人时 还不忍让这个家因此破灭 所以她原谅了老公 之后她更拼命努力赚钱 接下了各种演出机会 甚至不惜成本 投资丈夫的事业 没想到丈夫一点也无法体会她的用心 最终她选择离婚 离开这个令她心痛的男人 记者致电钱夫 钱夫坦称却曾有外遇 不过她强调 所有的事都是有因果 说前妻个性强势 这么多年自己都处于忍让当中 加上聚少离多 才会不断争吵 至于两次被前妻目击与女子共处一事 她解释 当天只是与朋友泡茶聊天 没有发生什么事 而潘莉莉提起这段相识 相恋超过30年的感情 忍不住悲从中来 一度泣不成声 称 我再也撑不住了 她曾说 我们要做永远最好的一对 当我工作不顺遂 对婚姻没有信心的时候 她总是不断向我保证 绝对不会外遇 我曾经以为我是最幸福的那一个 真的很痛 我不想再假装幸福 潜伏放弃争取儿女监护权 并每月支付3万元子女生活费 只是让她难以承受的 是每回上节目拍戏总要强颜欢笑 就连首尔锋后 她仍得故作坚强 离婚后的她曾传健康亮红灯 经济也向危机 10个月过去只接到一档城市请阁 此后完全零工作邀约 每月被数万元房贷追着跑 不仅如此 她还深受失眠所苦 吃药也无效 甚至晕眩十几年插不出原因 还曾因此闪晕倒地送急诊 索性两个20岁出头的子女赶紧伸出援手 尽管婚姻给她带来的是无穷的痛苦与悲哀 身体的不适和生活的压力 给她带来的是打击与无望 但她的身边还有光的存在 那就是与前夫的一双儿女 令她值得欣慰和感到温暖的是 读高一的女儿与初一的儿子相当贴心 有时看到她难过 会陪她聊天 陪她睡觉 但女儿的一段经历让她至今仍无法忘记 当时女儿小二 由于弟弟年纪还小 所以她将心思较多地花在儿子身上 无情中却让女儿觉得她偏心弟弟 这让她很是难过与自责 也在尽力去消除女儿心中的顾忌 虽然在剧中的她总是能和子女感情相当紧密 但真正成为妈妈后 她也曾碰过许多挫折 有次她因录像请母亲帮忙带小孩 母亲随口问了句 妈妈去哪里了 结果女儿竟然直接脱稿而出 她走了 让母亲当场哭了出来 幸好孩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长大 长大之后就能体会到当母亲的辛苦 即使面对对儿女照顾的重任和生活的巨大压力 潘莉莉仍选择在离婚后单身一人 虽然亲友甚至小孩都劝她找个老伴 但她觉得自己一个人挺自在的 对于感情也不再抢求 如今她更加重视自己的事业 专研自己的演技 今后为自己为小孩努力 有时面对亲友的热情介绍 实在没有办法推脱时 在被逼无奈之下 她也会尝试打开自己的心扉 想去接受新的感情 开始新的感情生活 结果却是在与相亲对象见面时 双方聊得很开心 事后对方却打电话告诉表姐 她是一人也应该养不起吧 这让她非常傻眼 以为只是一句调侃的玩笑话 起料 三次的相亲都被对方以一句一人也怕养不起拒绝 这让她不能理解 并大笑说 我那天又没穿金带银 连交朋友都没有 就没下文 很好玩吧 现在她也习惯了一个人独来独往 也相当享受这种生活模式 她认为 自己未来的人生不一定要有对象 一个人也可以活出精彩人生 更加希望自己的个人简介是 56岁艺人潘莉莉是本土剧的熟面孔 她是杨丽花歌仔戏训练班第一期的演员 演了16年的歌仔戏后转战闽南语剧 演技精湛的她 2008年更以公式人生剧展《艾草》获得韩国首尔国际电视节最佳女主角 简而言之就是有丰富歌仔戏舞台经验 也曾获首尔电影节影后头衔 拥有风光无限的演艺事业的女明星 而不是生活奢米奢侈 感情方面不太顺遂的女明星 她曾坦言 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常想究竟该如何去做好这一生的功课 在她看来 身为一个艺人 演了这么多的人生 也要一直告诫自己 这一辈子要好好修行 自己是一个性子很极 有时为求好心切 不知不觉得罪人而不自知 希望自己可以在遇到刺激时 能够将语气缓和下来 让人 事 物能更加圆融 近期 她接了一部戏 在戏里和周小涵演出母女当 为了让女儿出嫁疯狂催婚 谈到自己与角色雷同之处 她笑说 私底下的我真的是有点三八 应该是说 我跟家里两个孩子的相处模式 其实蛮像五妈妈的 会尽量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把她们当朋友 不是那种压力很大的那种 但戏里我竟然给我家五家粒有点压力 接着她又透露 女儿在去年升格当妈妈 自己开心成为外婆 儿子也即将在今年二月完成终身大事 这让她非常高兴 还比出胜利首饰 对于记者问的自己的感情是否有进展 她则云淡风轻地说 之前表姐有介绍朋友 但也不是很正式的相亲 就是大家见个面聊聊天 过了之前那些苦难的日子 现在的她苦尽甘来 不论是自己的事业 还是已经不再让自己操心的一双儿女都已有赚钱能力 可以养活自己 不用她操心 如今 她的女儿米亚已经27岁了 外形相当清秀 前阵子还在电视节目的歌唱比赛中担任把关魔王 在比赛中夺下了非常惊人的好成绩 尤其演唱的歌曲更是别具意义 当天她演唱的是李千娜的《茶某男仔》 而演出这支音乐录像带的正是她的母亲 在事前她完全保密 想让母亲有个大惊喜 可能是遗传到母亲的好歌喉 她的演出让评审相当惊艳 评委更是说出 我这样讲好像会得罪人 我真的觉得你有几句唱得比原唱还要好 那音色 句子之漂亮的 潘莉莉在面对老公的多次情感劈腿 选择不再忍下去委屈自己 她仿佛是在用自己的坚强与努力告诉粉丝和那些正在遭遇不忠婚姻的女性 离婚不一定是坏事 自己一个人也是能过得幸福又快乐的 希望她真正过上自己的惬意人生 忘却之前所有的不快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影视作品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